注意看这辆车的轮胎 它可以从一个完全的圆形变成三角形履带 这样在遇到一些复杂难以通过的路段时 履带便可以发挥最大的通过能力 重要的是它不需要停车 一键便可以在行车过程中完成变形 里面复杂的机械结构 可以让它利用传动轴来驱动履带 这便是国外一所大学发明的可变形轮胎 既然说到了轮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超级丝滑的独立悬挂四驱车 它四个轮子的结构都是完全独立的 在通过一些障碍时 可以进行大幅度的上下移动 同时电脑还会主动对悬架进行调节 以最大程度的让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保证平稳 这就是老亮的轻型战术装甲车 并且它还是真四驱 它由四个电机进行驱动 直接省去了传统油车复杂的传动轴 这也造就了它如履平地的平稳性 从而保证里面的驾驶员 在以最平稳的状态下去进攻敌人 并且这辆车可以自动驾驶 辅助驾驶员在行进的过程中进行攻击 所以你并没有看到一些主动式攻击性武器 发明它的人最初设想 是用它来完成一些植被较少的山地侦察任务 得益于它强大的通过能力跟灵活性 在这种地形进行侦察或偷袭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车辆内置的高清摄像头 可以拍到三宫里外的人 分析对方是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一般的坦克或者装甲车 肯定是没有这种四驱车更加擅长这种路段 所以说到底 这种四驱车就是专门为这种地形应用而生的 而这种地形大家看起来有没有狠眼熟的感觉 特别像专门 何继续的感觉 这种地形大家看起来有没有狠眼熟的感觉 太空才能跑出来了 最后特别像专门 一张胖的感觉 太空的感觉 很像专门 一张胖的感觉 你看看起来有没有狠眼的感觉 这种地形在一些东西 我们将来讲一下 这种放适量的感觉 我没想到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